北市府規劃在19號開始對幼兒園解封 不過黎秉穎醫師卻認為 若老師不慎在外感染 還是有機會將病毒傳染給小朋友 其實打了也不一定能完全放鬆這個措施 請問市長怎麼看 特別要說明一下 這個並不是幼兒園 幼兒園我們的老師一直到明天 才會接種告一段落 所以最快也要兩週之後 才會去討論這個議題 那這邊講的是托嬰 就是幼托 幼托的部分是19號 那每一位這個托嬰的這些服務人員 都已經兩週前 等於說到19號已經滿兩週 都打過疫苗 而且如果沒有的話 也都要有PCR這個陰性的證明 所以我們是採最高的一個規格 來進行這個托嬰的 讓他們能夠來微解封 而且人數原則上是一半 但是從我們過去的經驗 大概家長因為是在暑假期間 所以也不太會說 有太多送到托嬰中心來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大家也不用太擔心 我們降載 然後做最高規格的一個防護的工作 以上說明 vibran… 我 Ruben… 你… …